这个村还真是厚片 一上屋熟了不少量食 这次赞科传打罚了 待会再夺抛机家忽悠忽悠 老大 那边两个小崽子看着挺好骗 要不咱去忽悠忽悠 让他们偷家里的粮食卖给咱 三脚眼一听就来了兴致 这个村就是认杀欠夺 打人都厚片小孩还能抛得撩嘛 走去忽悠忽悠 等俩人走近了 才听到俩孩子好像在说病人的事 这次赞万个大的 你身上还有九田圣丹吗 老大 那玩意咱不缺地上都是 砍后了 结儿入锅秤了 大哥带你去掰尾漏吃香的喝辣的去 小娘子这是咬亲大夫吗 算是吧 那得花不烧钱吧 家里弄支城马 不要钱呀 他们是自愿来的 你们是干什么的 三脚眼故作神秘的看了下四周 往两孩子跟前走近了些 小声道 我这儿有九田圣丹 只要一颗什么病都能治好 你个骗 你不懂别说话 真的呀 在哪 快给我看看 这辆小崽子这么小 也搬不懂多少量是呀 还不如让他们搬野大开门 我得认去搬量是更方便 我的药很贵的 你们有钱吗 我有钱 你那要卖多少钱 一百两你有吗 你的药什么病都能治好 只卖一百两太便宜了 这是一百两的银定 要可以给我了吗 三脚眼有点不敢相信的 看着他递来的银定 你是不是傻 不要随意拿出钱来 会被人抢的 他们有神药 我想看看 说神药的都是骗子 万一有呢 我钱拿出来了你的药呢 老大 一个小丫头竟然能随手掏出一百两 要不抢了他们吧 够我们卖多少粮食了 枪不入片 他能随手拿出一百两 包补器收透还有欠 闲诈一诈再说 我的药的三壳其买 你有三百两吗 只要要是真的 银子有的是 老大 这小丫头口气还不小 看来咱遇到大鱼了 我估计它连五百两都有 别着急 既然咱能从他这片三百两 就能再从别的孩子手里片三百两 左刃不要太弹心 闲骗一波再说 说完掏出一个像是泥巴做的药丸 递给的小丫头 好家伙 竟然用泥巴做药丸骗钱 太黑心了 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对 有可能是炸窝的 这是我的祖川米房做的药丸 你不是货 你不懂这是真的 我先不够你们跟我进屋拿吧 你真打算买啊 这么便宜的药不买白不买 你们跟我来吧 你们摇杆是吗 关门打狗 你们真行 卖假药都卖到我家小满面前了 别不先打听打听 我家小满是干啥的 我们卖的不是假药 既然你们怎么不识货 我们不卖了 放我们走 能治百病的药就算要卖 也不会只卖一百两 老大 我就说咱要少了 要是喊价一千两 今天会不会就成功了 你们真行 都这会了还想着骗 我媳妇可是有名的神医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这次栽在一个会医术的丫头骗子手里 谁跟我说小孩子好骗的 简直是护车 我也是从别人哪卖的咬腕 哪人说弄之白病 我不知道是家药啊 我们就是来存力熟粮食的 熟粮食是副业 卖假药才是主业吧 真的不信你问问存力认 不收人卖了粮食给我们 你确定你们是粮贩子啊 前诊完确 没想到还有主动送上门认罪的傻子 县太爷去年就发了公告 不许私私贩卖粮食 贩卖粮食可比卖假药的最重多了 俩人顿时傻眼了 好好的粮食不说跑去忽悠小孩 最后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直接送衙门吧 交给县太爷处理 县太爷我们给你送了两个粮贩子 你要给我们什么奖励 要不我在便宜卖你们点山怎么样 我怎么感觉县太爷才是最大的粮贩子 谢谢县太爷的好意 我们的粮食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买山就算了吧 给点社会的奖励 你们最近不是在四处买桑树养残吗 我给你推荐这座墓序山有一半是桑树 你们真的不考虑考虑 您不是在忽悠我们吧 谁显得没事干走那么多桑树 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朝廷需要大量丝绸 于是就将养残的任务分摊到各个县 许多农户不愿意放弃重粮 后来县衙就派人自行重丧养残了 那后来怎么没养呢 后来因为官员们想得到更多的山 各村都开始互相抢地盘 伤亡不少人最后朝廷只得叫停 看来不管在什么时候 只要有利益就有争斗呀 这山有多大离我们村远吗 墓须山高二百多丈 从地图上看只离你们青石村二十七里路 太远了 过去很不方便 再说了这么大的山得多少粮食呀 不多只要四十万斤粮食 比庄子还贵 我们家可没那么多粮食给你忽悠了 我都算过了 你们两个庄子收成加在一块足够了 看来他一早就算计好了咱家的粮食呀 就等着咱上门给他宰呢 你们刚好需要 我又刚好有山 这可是公平交易 这么一座大山 一半都是桑树你在别处想买都买不到 小满 咱可不能当冤大头 四十万斤粮食购买俩庄子了 你们想清楚 山里除了桑树 还有不少大树 能卖不少钱 王县令本想着诱惑两人呢 可两人一听卖树更来气了 卖树 我们连棺材铺都跑过了 一棵树都没卖出去 您就别忽悠了 可能最近行情不好吧 我们想要这山 但也不能吃太大的亏 要不您把山周围的十里地都给我们 你们知道那座山有多大吗 方圆十里地怕是比你们庄子也小不了多少 这样吧 咱也合作过几次了 给你们优惠点五十万斤稻米 要不咱先去看看吧 也许仙太爷忽悠我们呢 你们真够没良心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还是看看的好 半一枚那么多 送数我们不是亏大发了吗 也行你们去看吧 明天要是不给我准信 我就去找刘老夫人了 我不能让刘老夫人抢先了 咱赶紧回家商量去 县太爷我们先回去了 老头子 你今天去别村收桑树收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刘老夫人给价太高了 附近的人有桑树就往老夫人那边送 咱家压根没收到几颗 很好 咱没亏多少钱 这次你算是干了回不挨骂的事 你想骂我就骂吧 你这样很吓人 我骂你干什么 咱家不用买桑树了 于是陈小满就把要买木须山的事跟牢里头说了 陈小满还以为他爹听了肯定不愿意买谁知道直接答应了 爹 您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 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有二百丈高 房源十里都是咱的 这比庄子划算多了 不买才是傻子 我可不会便宜留老夫人 那就这么说定了 等收了粮食咱就换 咱家是越玩越大呀 如今可是有两个庄子一座山了 敏儿就先去找县太爷定下来 可别让刘老夫人钻了空子